这个罗志强的事件 在从昨天早上 国民党内就沸腾了 国民党内 不管是 我想不管是党工人员 我们立法委员 我相信市议会也是沸腾 这个事情做的 我觉得太超过 我讲持平的话太超过 这个事情 因为他昨天早上 当他在上王请求的节目 有人听到以后 立刻就像我就接到了 接到了好几个电话 然后仔细我们就上网看 确实是如此 当然可能 罗志强现在在选举了 他那边碰到 碰到这个是社民党 那个苗博雅 如果说这个时候 他那边 再出现民众党的候选人 那当然就会紧张了 我们我所了解的 也不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好几位我们的候选人 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党没有信心 何友谊的事情 我要跟各位报告 这个 是有人在 有人在搞 有一群人在 一直这个事情 我自己的研判 一直会搞到 下个月 七月 我们开全代会之前 都会有人在搞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有人在去 存立这样子的联盟 那就不是跳船吗 这标准就叫做 叫做跳船 跳船的最后的结果 国民党会翻船 那个本人也一定会翻船的 对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 还在去 去搞这样 只为自己的选举 我真的讲一个重话 我觉得不恰当了 国民党 我们现在推出了 总统候选人 就叫做侯友谊 不可能再换了 不可能像 像八年车 我们再换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时候所有 所有要不管 抬教的 或者是坐教的 这些人 大家都要稳下心来 大家明明知道 到下个月全代会之前 有人在搞 我们也都知道 大概是谁在搞 只是不愿意点名而已 这时候 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 覆朝之下无安的 不要认为说 你一个人胜 我们国民党输 没有关系 这样的人是永远在 在政坛上是 无法立足的 郭志强昨天这个行为 我感到非常震惊 也非常压抑 我想不通 一个正常人的脑筋 会朝这个方向去搞 你明明就是要把侯友谊搞下来 你不是伤口上要撒盐 还有一些其他的候选人 就是怕自己的选序里头 已经遥遥领先的难驱了 你没有问题了 还怕柯文哲 去摆候选人进去 尤其像柯文哲示好 这失败主意 国民党怎么这些候选人这么插劲 这个党怎么有救 所以我认为像侯友讲说 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这没有用 你一定要想一些办法 把侯友起死回生 所以主持人我向你报告 我昨天看到情况以后 我今天早上两点半照例醒来 那么早就醒来 我自然会醒 两点半醒一次 四点半醒一次 我凌两点半醒来 就立刻进入忧国忧民的境界 我躺在那边没有多久 我就来了一个秘籍 警囊 警囊秘籍 我这个秘籍里头藏了三个人的名字 警囊参策 这三个人的名字 如果能够出面来帮忙侯友谊的话 侯友谊可以转为为安 我先给你提一下这三个人 第一他们的共同特质 一个分量很重 如果你到中药店去借一把秤 老式的秤 这个有秤托 这三个人的名字放进去 沁土衣 麻将 就是其重可以想象 其他两位对手 找不到这样的人 第二个人 这三个人的选战经验 非常的丰富 就是说身金百战 就是说你要比选战本身 逆经选 或者帮人操盘 这三个人的总体经验加起来 没有人能够赢过这三个人 还有一个最妙的 这三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 来自不同的来源 但是这三个人有一个妙处 这三个人如果能够凑在一起 而从同一起 就是一个团队出手的话 国民党目前里面的矛盾里面的斗争 里面的无用 一夕之间完全自然化为无有 你看多妙 所以呢 那你这要给谁 不是我这三个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个就好像金像讲要 你看这个都有的 你看 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跟你讲 我不晓得你要不要 你们想知道不知道 如果来不及知道 我们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我报告 但是这个是我的锦娘 锦囊妙 你要给谁吗 你要拿给谁 不是 我当然喜欢在你的节目 但你的节目不容许我有时间 我没有不容许 我例如说你锦囊要给谁讲 给全国人民知道 就让大家都觉得说 这战 没有第二条路了 你全国人民知道 侯友宜不用也没用 不不不 这个我保证 侯友宜看了说 救命圣丹 这救命圣丹 不是要达到那种境界 我跟你讲 没有那种境界 你就不要随便出招 你知道吗 你看 我给你看 这三个 福禄寿三仙 三个 你开讲吧 开讲开讲 开讲 你收拾两分钟 你要给他拾两分钟 不然他要去给你 除非你都说 他就故意的 拜一关子 你是不是 他没有故意开我了 你下一节改题目改成 这个我就讲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